指缝射手像救回身负重伤的爆豪 即便知道这是没有退路的事 他也义无反顾 他的个性是指质 能将身体压缩伸长 再向外延伸出去 历经多年的钻研 他的身体如今能够压缩到更细 紧缩到连血液都停止流动的程度 能够变得更薄 仿佛蜘蛛丝一般的形态 先为许沃给的泡沫清洁身体 做好精细的消毒准备 随后 让自己变得像缝合线那样纤细 在潜入爆豪的体内 一番操作下来 指缝射手抓到了爆豪的心脏 虽然牛王已经给伤口做了缝合 但依旧在流血 体内还有损伤 肺部也被伤到了 指缝射手在潜入以前 做好了一去不回的心理准备 就用我的身体来修补各个器官 并辅助心肺活动吧 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从内部进行心肺复苏 爆豪身体内部的压力不必说 外面的战斗也不用乐观 拼下去 潮爆牛王 敌尔科 既然已经对他造成了伤害 就不可能是无用功 我们要取回一切 苏醒吧 给我动起来 爆豪 由于一直处于极限状态 自身的生命会一点点被消耗 所以进来了就没办法回头 在他们准备复苏爆豪的时候 慈禀木不屑的声音传了过来 那个已经被我给毁掉了 姑且将所有东西都破坏掉吧 不毁掉的话 不让这骚动平息的话 慈禀木的内心 似乎出现了两种声音 另一个他自言自语的强调道 我已经毁掉了 这里只是推测 其实奥夫安与至村 暂时还没有完全融合成功 可能还需要实现适应 所以才会出现两种立场的声音 慈禀木拖着巨大的手指扇 一跃而起 看样子是打算从半空 解决掉碍事的潮暴牛王 以及给他们实际的爆豪最后一击 要毁掉的东西不能复原 米尔科同样跳到半空 不能让慈禀木 影响指锋射手他们的行动 潮暴牛王守在爆豪身边 也做出了防御姿态 米尔科狂口一声 哇啦 然后整个人被慈禀木摁住 慈禀木沉身道 你就那么想被我碾死吗 米尔科倔强的睁大眼 嗯 你这是在说什么鬼话 被控制行动的米尔科 手臂被他的手指吞噬 然而 此时的慈禀木 有一瞬间露出了破绽 米尔科看准他分神的刹那 一脚将其踢飞 慈禀木翻身安然落地 满脑子都是问号 怎么回事 我刚才居然感到头晕 这个身体 怎么会受到那种伤害 不对 等下 有点不对劲 慈禀木刚才受了米尔科一击 他本以为是跟其他攻击一样的 普通攻击 无法对自己造成伤害 然而 刚才那一下 的确让他感觉跟往常不一样 朝暴牛王抽绳 接下被甩飞的米尔科 米尔科在之前 和脑无的战斗中断了腿 而现在 他的手也被生生吞噬了 但他此刻还异常热血 像是完全没把自己的伤当回事 对于朝暴牛王的担心 他还调侃道 你还挺温柔的呀 大魔王 慈禀木还在思考 刚才身体为什么会出现那样的反应 最后受到的那下攻击 不是错觉 是真实存在的 为什么会这样 通行从地下冒出 然后来到死饼木的身后 想将他控制住 米尔科身体残败不堪 但他还是来到死饼木身前 喂 你在看哪里呀 虽然人都总有意思 但既然说了要拿回一切 就会说到做的 米尔科做好了死的觉悟 所以才会为了胜利拼命 而死饼木还在纠结 自己刚才经历的刺痛的感觉 到底是什么 是因为受到的伤害 累积在体内吗 不对 没到那个程度 那么 忽然 他想到了另一种可能 但这种想法 立马被他否决了 他喃喃道 不可能 不可能 那时感受到的焦虑 是因为感受到了威胁吗 我怎么可能从普通人那里 感受到这种情绪 站在巅峰的大牢 怎么可能被普通人的力量 感到威胁 然而米尔科的气势 的确让人无法忽视 无论是战斗力还是意志力 他都是顶峰级别的英雄 他高亢的呼号 拼下去 我可不会留有遗憾的去死啊 面对邪恶且强大的死饼木 死饼木再次受击 这次 他也感受到了真实的伤害 此时的战场上 英雄方已经受到了重创 但心底的那个志村 还没有完全解决掉 在此 志村回忆了一遍过去 都已经破坏掉了 那些冷漠的人 还有小华他们 明明面对没有坏掉的我 谁都没有伸出援手 这是志村最后的绝望 也是最后将他推入深渊的理由 在体内积累的个性群 为了适应外部各样的环境 会促使这个身体 进化成更完备的形态 当志村彻底消失 这一步才算真正完成 死饼木的身体 因为愤恨又涌出了力量 绝望将志村吞噬 重生的必将是更强的死饼木 或者说 保佛万 志村反复念叨着 明明谁都没有在看着我啊 这些话主要是讲了 指红射手拯救爆豪的思路 和志村惨灵的意识 以及 死饼木的身体 还在不断进化 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同时 为体内的个性 提供更优质的技术空间 志村至今为止 对这个世界 还是充满了怨愤 因为 在自己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大家都冷眼旁观 没有给他任何帮助 对他而言 这个社会 充满了冷漠和虚伪 在这种氛围里 诞生的英雄 同样虚伪 但同时 还能看到志村的存在 也说明 这可能是后来 对战死饼木的突破口 毕竟 绿谷一开始 还傻傻地期待着 要拯救志村 死饼木掉的身体 在追求最适合自己的形态 他强烈地追求破坏 这些膨胀的手指 本应该是理想中的形态 他们不会让任何人靠近 只是一味地去蹂躏这个世界 但是 英雄们还是突破了他们 抹销 封印了死饼木掉的恢复能力 导致了伤害的积累 再加上焦躁带来的压力 他的身心 被这些东西侵蚀 从而是他的身体 在此刻 向着更加适应的形态进化 换句话说 死饼木掉的身体 就像是容纳奥夫万 和他个性群的容器 因为黄大毛和向泽 抹销的效果 他只能从内部进化 通常作品中的反派 这时候都应该到潜力极限了 毕竟几次三番的加强 都快进化到天花板站里了 但死饼木的身体 还能再进化 米尔克也看不下去了 你给我试可而止啊混蛋 米尔克某足力气攻了过来 然而 迎接他的是死饼木 毫不留情的回击 米尔克被扇飞 来迟一步的通行 急忙扭头查看米尔克的动向 这时 天参却叫住通行 在他的提醒下 通行才注意到波动出手了 他想阻止死饼木 对波动发动攻击 然而 一切都是徒劳 他的速度赶不上死饼木 死饼木将波动打飞老远 这下 米尔克没救到 波动还上去送了 这么没伤没良的行动 给通行整门逼了 但他得到的更深的感触是 在这里 自己似乎真的什么都做不了 死饼木接连打飞米尔克和波动 面对凑上来的通行 他嘲笑道 我知道 你什么用都没有 被对手三番四次说是废物 而且 这是明摆着的事实 他虽然不会被死饼木怎样 但同样 他也无法破死饼木的防 处于边缘状态 这样他开始怀疑人生了 只靠我一个人的话 连吸引他的注意力都做不到 可恶啊 我到底该怎么办 死饼木一声吼道 不要把别人破坏的东西 擅自修好啊 随后 他继续朝朝暴牛王这边追去 朝暴牛王拼尽全力支出罗网 试图阻拦死饼木的行动 哪怕再多撑住一分钟一号 通行也急忙支援过来 挡在朝暴牛王面前 做最后一道防御 然而 这些绳边不堪一击 青松就被死饼木撞断了 至于通行 死饼木更是看都不堪一眼 就直接将其撞开了 眼下众人已穷途末路 朝暴牛王无计可施 天餐米尔克和波动 都被打得不显人士 唯一还有活力的 就是被死饼木 当非诚无视的通行 通行咬紧牙关 又气又恨 可恶啊 这就是我的未来吗 夜演 通行深刻的记得 夜演临死前的嘱托 你会成为比任何人 都要出色的英雄 可现在的发展 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啊 这时 猫猫那边传来消息 我会将电磁屏障 再瞬间解除一下 需要两秒时间 你们要撑住 听到布偶猫的呼喊 通行和朝暴牛王都明了了 这他要来 可是 两秒的话 时间也太长了吧 眼看死饼木近在眼前 要顶住他的攻击两秒吗 这妖雀也太高了吧 通行脑袋一团浆糊 该怎么办才好 可偏偏 脑袋瓜一点想法都没有 不 不对 现在应该让他看着我 对 要让他注意到我啊 通行忽然想起 绝世常说 要笑啊 没有精气神和幽默感的社会 是不会有光明的未来的 想到这儿 通行灵机一动 叫住四饼木 快看 是水迷逃哦 他钻进地里 给四饼木看他那Q弹的屁屁 这骚操作 的确吸引了四饼木的目光 四饼木看着发神经的他扑了一下 而就这一下 让他达成了目的 等四饼木再把注意力 集中在战场上的时候 在上空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绿谷 他终于赶到战场来了 绿谷二话不说 从高处落下 当场给了四饼木沉重一击 他的出现 能给本就不平衡的战斗 带来转机吗 水蜜桃的这个招式 在斗晓坏里的时候用过 在吸引四饼木注意的同时 呼应前文 四饼木身体里还有一个小植村 这一话中 通行的能力展现并不多 能做的努力也不多 而且处处都被四饼木 无视和嘲讽 真让人火大 好在绿谷终于赶来了 从第345话 绿谷被拉到奥土岛开始 到现在经过二十话 他可算来了 他的到来 能改变故事的结局吗